現在才知道 創業有沒到 志倪 是 你聽懂台灣話嗎 要看狀況 好 台灣話有一句話叫做 一斤雞八妞頭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一斤雞 我剛剛叫說一斤鴨 對 一斤雞 它的頭有八兩 一斤雞八妞頭 就是說它是雞頭很大嗎 對 叫做 大雞頭 大頭雞 大頭雞 大頭雞不是大老闆的意思嗎 對 其實他就是暗喻大老闆 台灣其實很多人 都想要當老闆 沒錯 台灣如果西門町一個招牌 砸下來的話 砸死三個人裡面 有兩個是老闆 這麼多 真的 所以就是說現在人比較喜歡 就是自主性比較高的工作 對 對不對 尤其最近這幾年景氣不好 很多人他可能被強迫之前 還是優退 拿了一筆錢怎麼辦 就想要自己開個店 當個大老闆 不要受到這種老闆的牽制 可是當大老闆感覺很不錯啊 就是上班又自由 然後業績好壞 可以靠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對不對 對 那我拚的要死要活的 我可以幫自己加薪 對 所以呢 今天就要跟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來分享一下 如果你也是正直想要當 想要當大老闆的人一定要看這一集 對 那我們先來歡迎今天呢 都已經是成功創業 不是 是 首先歡迎秀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老闆的那個 老婆 老闆娘 對 老闆娘 對 好 接下來歡迎班傑 我等一下大老闆 對 對 真的是大老闆 而且班傑的事 班傑的事業很特別 等一下再來跟我們觀眾朋友們聊聊 好 接下來歡迎麗菁 哈囉 我公司現在還有在經營 已經七八年了 別這麼說 還沒有到先烈 對 一定成為先烈 然後又從失敗中記起教訓 重新站起來成為大老闆 對 好 那我們今天請到了兩位達人 一個是我的朋友建華 他是創業顧問 你如果想要創業的話 一定要聽他的話 建華 歡迎 謝謝 主持人好 各位電視機提供的人 班傑的朋友 大家好 那我們請到第二位是 真正的創業達人 五十萬哦 五十萬創業哦 現在 每個月營收超過百萬 對 一年千萬對不對 我們來歡迎浩瑩 大家好 我們來歡迎浩瑩 我們來歡迎浩瑩 講到創業 其實每個人以為 好像當老闆 只要有點錢 大家都可以當老闆 但其實裡面有很多學問 會影響到你創業 到底成功與否 對 其實你剛剛講的 這一些都有一點浪漫的情懷 就每一個人都想要當老闆 那根據過去的經驗 跟統計數字來講 國內有75%的上班族 上班族很期望很慢 對 都想要創業 那成功的例子不到兩成 蛤 所以其實這個創業成功 是舉步維艱哦 對 你看在演藝圈 死在沙場上的人有多少 對啊 而且有的死很慘 所以秀琴一開始創業的 就是中式產業 對 在八年前在濟南路 那個時候結婚了嗎 還沒 那時候就是跟老公 就是穩定交往中 是 還沒有結婚哦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想說 哪一筆錢出來 對 小筆的跟人家做一個小小的投資 然後那時候還是 還在想說要做什麼的時候 某個親戚有沒有 遠房親戚就出現了 然後也不是很熟 對 然後就是一直來親近我們 然後就說 是不是可以一起合開啊 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就是也搞不清楚 都是門外漢 對啊 因為其實我一乍看到說 他開一個中式餐廳 感覺中式餐廳啊 需要功夫的 對 然後呢 一開始是投多少錢 我們其實本來就是 從小股20萬 然後親戚就說 我們很像估計撕算 然後就一直增資增資 對 還增資耶 就是一直增加加碼 我想說 怎麼會一直在加碼 我們不是就小股就好了嗎 小股可能就20萬 可是如果你不加的話 股份會被吃掉 對 然後但是我們就很慘的是 我們就完全就被牽著冰紙走 對 那個親戚就什麼 就是都聽他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依然覺得 那時候我當時是在婚紗店 混得很好 業務非常OK這樣 婚紗店的業務紅牌 不敢這麼說 但是月入就都還不錯這樣 然後呢就是親戚就說 我們那個店裡面 我跟志遠都不在 對 那你是不是要過來 來當個店長 募一下店這樣子 那我想說 幫男朋友也OK啦 我就依然覺得 把工作就先遲掉 對 然後我就開始就是 每天去洗鍋碗瓢盆 對 然後凌晨的時候就要跟廚師 很辛苦耶 去跟廚師去那環南市場 去選食材 我想說這些事情 都是我要去做嗎 然後我就半夜就要起來 然後去做這些事情 我是當店長嗎 對啊店長然後我還要自己 中茶還要自己煮紅茶 然後自己要去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 鬆餅做甜點 因為中間下午有下午茶什麼的 你怎麼這麼說呢 你店長當然要做這些 我那時候投資咖啡廳 我說老闆娘也要做這些 老闆娘包括還要掃地 對啊 什麼都要攬在自己身上 然後其實他這家店 是跟人家頂過來 然後這個問題很多 然後最後呢就是 廚師本來是這家店的老闆 變成我們請他 然後他常常就不來 我們就要靠廚師啊 因為沒有人啊 他不來上班 我們店就不能開了 這很重要 就是一個重點 對 然後店裡就是一直這樣 開來開去 這樣是有一天沒一天的 那怎麼做生意啊 我就發飆了 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這樣子 這樣子太危險了 然後我們差不多 經營大概四五個月 對然後 總共賠了五十萬 加人資費 對 八年後嘛 就已經結婚了 對 八年後是開了酒吧 酒吧 哇 就一個 一開下去就不得了 就每天高棚滿座 我老公都早上才回家 那妳就賠 沒有賠 很快就賺回來 我們就是太不會 那個沾沾 因為就想說 你這桌也要進 那桌也要進 別的店家那個老闆的酒杯 有沒有越小越好 我們都比人家大 我們都是比人家大 然後被灌一下就喝醉了 你知道嗎 就是 不是常常喝調酒 或是什麼 這樣混來混去 其實很快就 所以是賠了健康 是不是 對就賠了健康 然後其實 那時候我們三個月就回來了 那很好 那怎麼會賠八十萬呢 我們其實那時候 頭一百五 然後三個月就回來了 然後之後我們就回去 開了第三家店 對 回去開 那我老公平常都是在 都住店嘛 都在酒吧 然後後來就回去 開燒烤店的時候 另外一個合夥人 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們起碼要去花蓮 大概三個月 把店經營好 對 然後我們再回來 就我們前腳去 他後腳也回去台東了 後腳也走了 然後他也就隨便 找了一個人來頂 酒吧就沒人顧了 對就沒人顧 後來呢就是 常客就說 秀琪你們店 好像被弄得亂七八糟 是不是要回來 顧一下 因為我的店 其實很好開在安和路 那很可惜 對 然後店租 其實我們是跟那個 房東搬乾淨 其實裡面算最便宜的店租 真的 對 然後就 而且三個月就回本了 表示他的獲利很高 對啊 那怎麼不繼續經營 很像就是要一直這樣 一直燒錢 對 一直燒錢 因為前面很多呆帳 然後又欠酒商 最後就半年真的撐不住 然後又多砸了八十萬 等於就是 最後的那八十萬是賠掉 就全部白點 對就算了 就想要不要再停損點 所以人家講說 如果要開店做生意啊 不能想說就丟給別人 對 老闆一定自己還是要 對 一定 你看他後來老公 雖然是救援投手 還是沒辦法 後來就第三家店 我們就很努力的 就是在經營 現在生意很好 現在就自己在經營 對 不敢了 就可以看一下那個 很棒 對 所以你老公是主廚 算 那這樣就不怕廚師 又不來上班了 對 就因為有前面的教訓 然後我老公就是 全部之後從基層全部都一起 對 因為花蓮 花蓮其實很少這樣子的 一個桌邊服務 是 那我們就把這個 平價式的燒烤 帶回去花蓮 就走比較新鮮感 我回花蓮要定位 都說 對 你要早點定喔 那你現在靠你老公的內力了 生意很好很成功 是是是 不好意思 因為就是有前面的經驗了 對 已經都有教訓了 知道說 那在經營第三家店的時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對 我們第一年就還不錯 因為就想說藝人在花蓮開店很新鮮 對 我們每個月營收有120到180 哇 那投資成本呢 對 那也很厲害耶 他說半年應該可以回收 對 半年就差不多回收 你所有的帳都收得回來 對 燒烤店現在非常成功嘛 對 努力中 是是 好 是 那麗菁你過的副業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是做電視購物 因為它有一個門檻嘛 你只要過那個門檻 你就一直重播重播 它是一個免費性的宣傳 是 所以呢 那時候我就 因為我第一個DVD大賣 然後所以變成 一定要跟他們繼續有別的東西 所以我就做這個擺變圍巾 我身上這個就是圍巾 真的 它是圍巾 圍巾 它擺變 因為這個是我後來去發掘的 這個東西 它收起來是這麼小一個 好可愛喔 我剛剛以為是什麼香氛袋 它收起來是這麼小一個 然後拿出來呢 它 看起來好像這麼小一個 對 它做圍巾對不對 對 可是當你把它撐開來的時候 有沒有 它就是可以 當衣服 真的喔 對 所以這那時候呢 在公務台 黃 你們都嚇到了對不對 會嚇到了對不對 你們都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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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嚇到了對不對 你們都嚇到了對不對 我可以 我可以當TG 當TG 然後呢 譬如說 我有時候哥被冷 我就這樣子 我就是變一個 你這個很紅耶 我姐姐又買一件送我耶 所以那 真的 我們家每個女生都有 那個時候我第一年賺到 就是因為第一年呢 我剛開始我備貨只備一千條 就兩檔賣光 然後過年 那怎麼會賠錢 好景不長 第二年開始 他說你也要備一萬條 可是這中間 因為你一賣得好 我們畢竟不是廠家 很多廠家自己就流出來賣 所以第二年那個一萬套一下就完了 因為就是很多市面上的搭 就綁得都出來就搭死了 所以這一萬一萬組賣了四千多組 其他的就沒有辦法 那我變成說 第一年賺的第二年賠 所以這個就是賠的經驗 這個圍巾 就擺平圍巾賠了兩百萬 差不多 那第二個賠的瑜伽書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這個瑜伽書呢 其實是大賣 以前剛印就是 其實在金石棠或陳皮 都是有排行榜 對 那時候印都是一萬一萬本 七條加一萬本 結果好景不長 我們通路上倒閉 通路倒的 有一陣子 對 然後變成說 我有些貨款 譬如說我一本應該 我年節可以節一百的 對 結果不但拿不回來 它倒了 被銀行抽銀根了 是 然後它通路都倒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要不到賬了 要不到賬 所以兩本的錢就大概兩百 然後 然後 所以就是 就大概賠了大概也是 賠了大概接近兩百多這樣 兩百五十萬 那班傑 我剛剛有提過說 你的副業其實滿特別的耶 其實我在圈內就是 聽人家耳聞已久了 那個 看得懂中文嗎 那個是我們節目名稱 我現在要轉過來 你知道 OK 這就是漂浮館 什麼是漂浮館 對 就聽過漂浮咖啡而已 你知道 做這個行業很辛苦 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漂浮 你要賣一個 沒人知道的產品 對 精神上的 這個是很很辛苦 走在時尚前端 精神上的 不是只要跟心靈導師扯上關係 感覺就是價位很高 然後而且就是 願意去支持的人也很多啊 可是他那只能one by one 我剛剛問過他 這個東西其實是這樣 這是你的漂浮館 好像游泳池 對啊 好像一個 有圖的時候 是比較好解釋啦 是 他很棒啊 這個 對 右邊是 你看到是一個 有點像小型的游泳池 有點像SPA類的 對 然後裡面有水 那個水融了 大概500多公斤的眼巴 所以 他的密度跟石還是一樣 是 OK 所以人 躺下去會漂浮 會浮在上面 就像紅酒塞 浮在紅酒上一樣 所以不會游泳 也會浮起來 一樣 任何人都會飄在上面 真的 對 那為什麼這個重要 龍翔大哥去也會飄嗎 也會 一定飄 真的 每個人都會 他鹽混百分之五十以上 現在你看就是這個 他鹽混百分之五十以上 飄浮這個東西 他的特別是因為 你是在一個 最接近五重力的狀態 五重力 OK 所以呢 你的這個身體啊 他沒有任何的壓力 你所有的血管 就是你的心臟 他在打血的時候 其實他有低吸引力 他很辛苦 沒有低吸引力 哇 他打的時候 哇塞 所有的尾血管 都打開了 你知道嗎 你的腦就充滿那個 充滿那個養分 養分是對的 所以 不是腦充血是充滿養分 是嗎 腦充的養分 對 所以呢 你出來的時候 你的那個集中力 會比較進步 而且你是放鬆的 就可以吸收一些秩序 簡單的說是不是泡完 不是飄完了以後 就是可以神清氣爽 然後感覺就是 大腦充滿了純癢 然後可以擁有很多的創造力 跟思考力 Oh you you're very good I love you you're awesome 你需要代言人嗎 就是這樣 下次會看到你躺在那裡 所以你的開店資金 是400到500萬 對 那開到目前已經兩年半了 沒錯 那你到目前為止是獲利嗎 這個 我最近才有點小賺 因為這個生意啊 一開始啊 因為你的資金成本很高 對 因為其實我的設備都貴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的 就是電的運作啊 因為我還有一些左轉金啊 還要去 對 這個也很大 而且我開的店是在東區 也算是一個 電租也貴 對 從我們一開始聊到現在 我覺得藝人在創業的時候 大家的點值都第一 對 真的點值都很好 誰創業的時候會覺得 我這個生意會虧錢 虧錢還會砸錢下去 是 但是為什麼到後來 結果都不太好 大部分都不太好 我們來問這個 我們的創業達人 厚穎 我們今天把厚穎的那個產品 統統搬到 這 疫情初點子 挽救班傑的慘淡生意 我不知道這個粉葉 它是 中間是我們的戰略 好冷喔 不然你就是提供給客人 就是先飄 我們今天把厚穎的那個產品 統統搬到 對 好 等一下我們的貴賓可以一面的品嘗 我們聽後演來講 好 我自己本身是從事房屋代銷的工作 那跟 房屋代銷跟餐飲差很多 那你以前會 你會煮嗎 不會 完全不會 也不下廚 門外漢 對 門外漢 然後跟所有的老百姓 跟所有的市井小民 通通一樣的想法 就是想創業當老闆 對 我也是那個會被招牌打到的那個人 那個時候第一筆資金好像是 三十幾好像還不到五十 因為你一家店而已嘛 剛開始 對 然後第一次拿了一筆錢出來 然後就開始做 也不是一下子生意就好啦 那後來生意越來越好 經營的越來越起色之後 就開始添購設備 然後再把店面擴大 然後增加裝潢 可是當時一開始 為什麼會想從早餐店去著手 其實從早餐店著手 這當然也是經過一些評估 就是我們也有想過開火鍋店 然後開漫畫店 飲品店 都是一般現在時下很流行的行業 當時我們也都想過 那可是顧慮到一些其他的餐飲業 它可能會有 所以我們就怎麼想 早餐就是沒有淡忘 所以人家有經過理性的評估 你知道嗎 那請問一下 那妳剛開始開早餐的時候 妳是加盟還是自己創品牌 自創 自創喔 然後就找了一個朋友 他開早餐店 我們就跑去他的店面裡面學 免費打工 對…學了兩三個禮拜 然後就覺得自信滿滿 我OK了 可以出來開店 那就開始出來開店 然後投資了幾十萬 開了店鋪 那結果當然是比較糊塗 當然也是經過了很多很多的改革 賣多少錢 比如說 總會那一份總會好像是65元 那個口味是經過 那我便宜 翻櫃聲音的嗎 這個食料有夠 這個我吃了一個 對… 我剛才吃的時候 我覺得這口感好棒喔 好好吃喔 很豐富耶 我們之所以 就是現在可以不斷的進步 就是因為我們到後來 我們的食材 都有精心挑選過 我們的那個蔬菜 都是用安全農產 然後木樹芽豆苗 我們用有機 從有機工廠生產的 有有機認證 妳連那個麵包都有挑過嗎 對啊 全麥都家的麵包是 這個是什麼麵包 不是白吐司 不是我們是全麥黑芝麻 我們特別跟麵包廠指定定做的 就指定了 對 它也不是那個全麥喔 它是黑芝麻全麥 而且你看都排隊 對 他們家這個早餐店 這是妳那個第一家嗎 中原總店 他們家的漢堡 我覺得很值得 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他們家這個漢堡就是三層漢堡 然後它裡面除了料很多之外 它還可以因應不同的口味 這是有辣味的 對對對 我們做的口味 做得很道地 我會比如說 我們要推一個美式的商品 我會把德式酸菜 墨西哥辣椒 煙燻醬 我通通放進去 把一些人家在美式餐廳 才吃得到的東西 我拿來在早餐店用 我一直在想要如何下廚 所以妳那個轉捩點 從虧錢到賺錢 這個轉捩點 最主要妳的大改變在哪裡 是心態的改變 還是妳菜色的改變 還是妳拉長營業時間 通通都要改變 全部改變 對 全部都要改變 那妳要把過去全部打破 對 把過去全部打破 然後把每一樣餐品 把妳的服務面 把妳的店觀呈現 把妳的餐品的每一個細節 全部拿來自己檢討一遍 到底為什麼客人不願意進來 我覺得這是心態的問題 我在十幾年前我一個學生 那有時候我們那時候 因為股票太好了 那時候民國77年78年 中午大家就是聚餐外面吃飯 那時候一個減餐 那時候 差不多150左右 那一般上班族來講 減餐很簡單 就是連碗飯 一般就是說 飯妳如果不夠的話 可以無限加 結果等到他自己 到處 他說這個好吃 這個不好吃 吃到後來 我自己來開一家店 我自己開 開了以後 我發現 他的減餐裡面那個飯 用兩個小小的 然後不能加 結果開不到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心態 當妳當一個顧客的心態 跟你當老闆的心態那時候 怎麼那個落差那麼大 沒錯 像有的時候 大家就是不知道在如何思考 所以就要請那個專家 來告訴我們要如何思考 而且其實邱先生 剛剛看我們在吃得著 邱先生不好意思吃 我們吃得著 開心的吃 邱先生又不能吃 對 其實邱先生 真的他很專業 他是所有 對 外面來講 你如果從一開始想要創業 到創業中間的困難 到他的評估 邱先生都會專家 邱先生你可以慢慢講 我們繼續吃 那你來教我們一下 如果說我現在 小資男小資女 我要微型創業 要怎麼有一些心理準備 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準備 我會建議小資男小資女 你要投入的時候 因為你的資本不夠 所以我會建議 你先要具備本業的經驗 是 應該這麼講 我們說創業成功要本 本錢 本業 本事 還有本人 那這什麼意思 第一個你的資金 到底足夠不足夠 你的本錢不能借的嗎 基本上可以貸款可以借 可以找股東 現在政府也有 政府的創業貸款 可是你事前一定要算清楚 我們最怕說開到一半掉不掉 錢不夠你卡在半空中 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所以我們到底要從哪些方面來著手 等一下我們可以逐一的來討論 那我們先謝謝這個 龍小姐帶來這麼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重點就來囉 想要創業 那我們的第一步 一定是要有錢 所以我現在請問一下 就是三位前輩如何去籌錢 來幫助自己創業 班傑先好 因為你成本最大 這個錢呢 是很努力在抽錢 我這個 因為我剛好有一個合伙員 合伙人 合伙人 他拿一百萬出來 那我自己有五十萬我拿出來 然後那個我的家人 我跟他們再拿五十萬 兩百萬 所以我的設備啊 然後該弄的就是硬體 我就弄了 一開始就是 本人 沒有人是智慧 四本嘛 本人嘛 本人就下去開始去弄 然後在一段時間 其實因為 為什麼我會開這個店 是這個瑜伽老師 他來我的家 我的家裡面有一個漂浮箱 那他使用了之後 他好喜歡 就介紹一堆有了沒有的人 好多人是陌生的 不認識的人也可以去你家飄 我不認識他們想來飄 那我不知道怎麼辦 你們也太好了吧 那我就這樣說 那我這樣子好了 我收個費用好了 對對對 這樣我就比較 比較可以就是 過得去心裡面 對啊 然後我就收八百嘛 對對對 大家都覺得便宜是嗎 結果 哇塞我那個房租啊 水電很容易就cover掉 就是靠這個我還沒有做演繹的 你知道嗎 那我就覺得 哇這麼那麼厲害 對然後其實他也覺得很棒 然後剛好有一個朋友是一個造型師 他的工作室 他不要租了 他那個裝潢都已經有了 哦 避典也有了 對 所以我省了一百多的這個裝潢費 我就進去了 你知道嗎 我就是很衝動了 然後我就過去了 開始開要弄 結果 那時候是夏天 我不知道這個 本業 他是 有彈望劑 有彈望劑 真的太夢想了 對 要實際的去想過真實的裝潢 冬天是我們的戰記 水要飄啊 好冷喔 沒有人出來飄浮 冬天要 你要有一個 溫水飄浮 溫水飄浮 溫水 所以你用溫水嗎 沒有那個水本來就是 就是人體的體溫 本來就是暖的 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水跟這種 冬天我們就不覺得它暖 冬天就不想出門 人的那個概念就是 對 不想出門 就很難把它拉進來 是 不然你就是提供給客人 就是先飄 然後飄完請你吃麻油雞 哈哈哈哈 對 你要有一個什麼 對 然後現在我是打說 暖氣非常暖 然後我今天買了多少台 從美國進口的幹嘛 然後你覺得說 這個地方很暖可以去 所以這個就是太夢幻了 對 那一段時間都是虧 都在虧 然後虧 每次虧就是 沒有錢 那就 把我就是演藝的收入拿過來 去頂嘛 我就是這樣子啊 我都一直頂 那我在頂的時候 其實這個瑜伽老師 他也不能接外面的 因為他在那邊 我再把錢拿過來 對 一直補補補補補補補 然後錢一直堆 堆堆堆堆堆 堆到大概四個多月 其實基本開銷就cover掉 這個就很神奇了 對不對 夏天來是忘記 但是其實我還沒有那個邏輯是淡忘記 就是第一年嘛 所以我還是沒有那個邏輯 所以夏天來 我自己也是 喔 生意越來越好 我以為是這樣子 還沒發現 對不對 我以為是越來越好 所以是夏天 所以我覺得喔 那我們錢夠 去親一個員工 那我們就親員工進來 對不對 那那個虧佳老師 可以接外面的一些工作啊 他可以自己去賺錢 結果 其實因為 這個新的人呢 他基本的動作會 但是他其實不是一個專家 就是在比如說冥想啊 或是呼吸法 或是放鬆啊 其實他不會教 那客人就是很難留住 對 所以我們經營的客人 有很多就是跑掉 喔 來一次而已 對 本人不在 對 本人不在 那怎麼辦呢 太難了 所以呢 我們就 把他稍微 讓他先離開 然後我們就回到 我們的這個地方去 然後就經過一個冬天 對不對 就已經知道有淡忘記了 這個東西才知道 創業當老闆 你的心臟要夠強 我們自己還要有那個 存貨的壓力 其他就是那個壓力 這個我要 擴存 然後我公職員工變五個人 你打開錢 哇 每個月二十萬就不見 你剛開始開的時候 最淒慘 最淒慘的時候 一天可以賣過 六百塊 六百塊 那六百塊呢 你水電都不夠啊 還沒有做到六百塊那一次 最差的營業額之前 我就 我們就把他稍微就是 讓他先離開 然後我們就回到 我們這個地方去 然後就經過一個冬天 對不對 就已經知道有淡忘記了 這個中間才知道 可是我想要請問的是啊 比方你一開始的投入成本 是兩三百嘛 那你們那時候有去試算過說 你營利之後 然後你的業績可以賺多少錢嗎 我們想說因為家裡都已經在賺 對 所以就是 把那個客戶群拉過來 但是其實沒想到 其實開店呢 其實 就是客人走進來的感覺 其實很複雜 其實你要保他維持 其實很多的細節你要了解 然後這個 我以為就是 家裡都可以 那我要去去弄 對 我的概念原本是這樣 沒錯 對 其實不是 不是這樣子 沒有那麼簡單 到店裡之後跟走進人家家 對 去飄是不一樣的要求 所以 為什麼後面有那麼多錢 就是一直在貼屁股 一直在貼 那我知道後面 今年 他才真的穩定了 對 大概第二年 因為你到今年才 終於知道他有單機 我是大概 今年才知道說 這個整個結構是怎麼樣轉 才清楚了 然後他就上軌道 然後現在就是穩定 現在就小小轉 OK 好 那秀琴你當初怎麼籌錢 那時候是用自己的積蓄 對 然後我跟老公一起 然後就各 把我 全部捐出來 對 就捐出來 然後 就 就給老公去創業 200到250 對 然後想說 剛剛是講本業本事 然後我想說 我想說 因為我想說 你們是 在地 靠地緣關係 當時呢 你知道花蓮 我們那時候光是在裝潢的時候 工人就是你知道 都很散漫 因為我們有看日子說 速度比較慢 速度比較慢 我們說 趕不上 我說我那天要開幕 那怎麼辦 結果就全部都是找台北的 加盟店的工班 趕快再進去 全部下來 所有風管什麼硬體設備 全部都是從台北下來 那個 那很貴喔 那個成本整個 整個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 反正想說 150應該就OK了 對 然後想說 至少在市區 人口比較密集 走路都可以到 而且我們是吃到飽 對 結果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自己平常 就很愛吃 對 所以呢 花蓮的那個肉傷 我們其實不習慣 而且那個 烤的時候會裁掉 然後會 然後可能會烤不起來 對 那我們就還是 都還是原物料 都還是從台北向這樣 那你這樣成本就是有一點 全部都整個都拉高了 這就是你當初 創業前沒有想過的問題 然後那時候又碰到什麼 梳花中斷 對 那你難道空運嗎 斷貨了 就是整個從南部 又繞一圈 台灣繞一圈過來 對 南部 然後那時候又快要碰到過年 又要囤貨 對 因為要放假 對 我們又為了這樣去租了一個 大的冷凍櫃 對 冷凍櫃 因為我們自己放不下 我們沒有冷凍庫 我們就去租了一個冰� 然後就去囤貨這樣 所以做生意真的都這樣 你看像剛剛麗菁一直講說 你們家店生意很好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 就開始用羨慕的眼光 看著董娘 對 其實在這個從業的過程當中 有發生很多 你預期得到的狀況 真的 就覺得 怎麼會怎麼 自己都沒有辦法處理 就每天都覺得很恐怖 雖然呢 就是一樣每天看到大牌長龍 而且我們的甜蜜期 拉得很久 不是只有一兩個月 因為慕名而來了很多 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 怎麼一人開心怎麼那麼簡單 這個錢都 每天都算不完這樣子 就覺得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雖然很辛苦 碰到什麼事情 我們都遇過了 所以你們也有甜蜜過後的冷淡 差不多一年後 唉唷 慢慢的 那個業績啊 然後月營收 可能從180 然後160 120 就開始一直往下 190 80這樣 一直這樣越來越下來 然後今年第二年 因為第一年的時候 都沒有感覺 都覺得什麼都可以cover 很多的都回收了 看著數字這樣一直往下掉 心裡很緊張 很恐怖 想說問題出在哪裡 然後員工啦 然後員工就是你留不住 然後員工的服務 因為我們都服務業嘛 又吃到飽的 然後一下員工態度不好 我們被客訴什麼的 然後鄰居 因為我們是在大樓的一樓 然後管委會就說 你們那個風管只做到二樓 不行 會有味道什麼什麼 又把它 風管整個打到 打到頂樓八樓耶 又花了大概三十幾萬的風管 就是一直被這樣子 客訴來客訴去 然後就覺得 所以你這樣子不斷的成本 一直在增加 有到需要去周轉錢的部分嗎 後來真的就要去周轉 那要怎麼周轉 我們就去走 就去那個微型 創業去借是不是 對 我們就去銀行 才剛好可以周轉 就稍微可以cover過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對 所以會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狀況 對 那都是就是你真的 沒有踏進那一行 你不會想到的 不過現在已經上軌道了 上軌道 現在很好的生意非常微 恭喜 那立金 你當時在創業的時候 有需要去周轉資金嗎 因為我大家知道 我以前拍打戲 然後我不是韌帶都各斷一條 然後急著轉歪不能走路 我就是藉著瑜伽慢慢修護的 然後後來呢 對 去做復健 然後我都沒有開刀 我都是透過瑜伽修護 所以後來我就很想要出書 我後來也去考試之證照 對 然後當我那時候在想 因為我就想說 房間上很多瑜伽DVD 都是在健身房 然後很醜 對 我就想說 可不可以拍出一個很有質感 像拍電影一樣的一個DVD 哎呦 感覺上應該滿有市場的 對 所以我就是 我那個DVD呢 我就是像電影一樣 分五天拍 然後這個景 大手筆 每個景都不一樣 每個景都不一樣 在陽明山 因為我想說台灣的風景那麼漂亮 在陽明山 譬如我這個動作 在蜘蛛 那個瀑布上做一個那個動作 那下一場又是在哪 那我還在陽明山一個別墅 是 包下來一天的房租大概 一萬塊 我每天在那邊拍 那你知道這個 攝影師 燈光師 都算搬了 都算搬 那一天出去沒有十萬 怎麼可能 然後你後來還要自己剪接 對 所以那個DVD大概就花了 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的製作成本 可是因為 我想因為我本人嘛 對不對 故事性有 然後我那時候呢 我就做了一個通路 就是說好 我這個DVD是電視購物 可是我會先出一個書 就剛剛那個插銷書 是否一般金石糖啊 成品的通路 那這樣我DVD的成本 是不是可以cover掉 對 而且通路又不一樣 對 因為我這個就等於說 有六張光碟 裡面打開是六張 然後還有附 一個瑜伽的墊子跟褲子 然後才賣2670 所以他覺得很超級 對 我那時候呢 只備一千組 我想說一千組 我大概本錢回來了 你每次都到備貨的問題 對對對 我就備了一千組 要備貨 上去第一檔賣了 五百多六百組 大家都下來我嚇一跳 然後他說 要重播 不夠啦 不夠 馬上備 然後你知道嗎 又過年了 又到過年 對 不是過年 因為變成說 他說第二次就要備三千 對 那我說台灣的很多 那種紡織廠 那個做褲子的 全部都移到大陸 一家廠只能做一千五百條褲子 沒有辦法交三千條給我 我就開始 又找網站幹嘛 然後去很鄉下的地方 再拜託人家 做到最後我是 自己買不虧 還叫人家做 因為我最後賣到三萬套 哇 那就大賺了 大賺了 所以他們說 你是沒有考過式 一考就考上北運 可是你那時候 我沒做過生意耶 你在拍這個DVD的時候 你有抓你的成本 要還多少 我預備幾乎 就是五百萬 有兩百五可以周轉 所以呢到時候 那時候賣 因為他賣 然後購物台會給你票 票錢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有個好處就是 他會給你那個支票 你可以去票貼 所以那時候支票 一收回來就 不用怕了 因為也是 就是五百萬 五百萬這樣收 剛開始賣得很好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讓我賺到第一桶金 對 你在講的時候 班傑用多羨慕的眼神 對啊 因為我覺得 一排馬上 哇 這樣發回來 他要飄到多久 可是 不是 你要聽我講 因為可是購物台 憲哥知道 他的抽大概一半 我知道 對 最猜 我們自己還要有 那個囤貨的壓力 其他都是你的壓力 所以我要貨存 然後我公社員工 變五個人 所以要幫我跑 人事成本多 對 人事成本 然後那時候一打開錢 哇 可是二十萬就不見 一打開錢 一打開 然後就是 其實他是讓我賺的 第一桶金 然後之後 因為其實這個DVD跟書籍 三萬套已經到頂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兩千多萬人口 你賣了三萬套 一百個人就有一套你的DVD 那已經滿了 所以變成說 對 市場飽盒 變成說我要去找別的產品來做 對 所以後來賠就賠別的 是 那剛剛我們是業餘的專家 對 現在要問一下真正的專家 對 我們真正來問這個後穎 你剛 你現在當然是月入百萬 是 月入百萬現在大家非常羨慕 但是你剛開始開的時候 最淒慘 最淒慘的時候 一天可以賣多少 六百塊 六百塊 那六百塊 你水電都不夠啊 對 都不夠 那那個食物都賣不掉了 對 那你怎麼辦 生意不好的店鋪 就是越來越不好 然後越來越不新鮮 它是一個惡性循環 對 好可憐喔 那你從第幾天開始就想要放棄 自己那麼笨怎麼會自己創業 從第幾天開始後悔 其實喔 還沒有做到六百塊那一次 最差的營業額之前 開店之前 你還需要知道這些事 如果你是實體開店的話 就一定有店鋪的豬壓器 對 通常我 為什麼 餅店方式的時候 如果你是本身就是同業 同業的時候 他已經把我們用台語講 把店鋪做肉了 就顧客已經對這個店鋪 是留下不好的印象 如果大家小本校創業怎麼辦 我是認為 對 對 其實喔 還沒有做到六百塊那一次 最差的營業額之前 我就每天都想放棄了 對 因為其實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早餐業他就是每天都要早起 對 那每天要早起人家 人家七八點才上班 我四點要到店裡 所以我三點多要起床 那我一直到現在喔 其實早起對我來說 都還是非常困難 是是 不要說 其實冬天 因為早餐的設計 是為了老闆娘都對了 更不要說為了六百塊要早起 對 你看那個時候 我們生意差到喔 就是剛開始從別人的店鋪 學了一點點技術 就以為沒問題了 對 我以為可以打遍天下 我看人家生意也這樣做 然後那我們就覺得 好像也可以這樣做 結果搬到中原大學的商圈之後 發現其實大學生跟小學生不一樣 真的 他們不一樣 差很多 我不知道他們口味差這麼多 而且很雕 對 那我們也是本人 可是沒有本事 是是是 所以我們就以為本人就OK 結果最差的時候 做到一天只有六百塊 然後為了評校要充分的運用 當時也是就是 聽專家的話 但是話題只聽一半 那評校要充分利用 所以我想說早餐只能做到六百塊 那我們下午就繼續賣 那個時候正值冬天 所以下午就賣 紅豆湯 晚上賣燒鮮草 然後賣到 哇 這麼多 很久不合適 對對對 想說要賺一點回來 至少可以不要賠這麼多 結果就越看越不專業 人家不知道我在賣什麼 對 所以我媽媽也常常念我 說人家早上八點上班的 到下午六點也回家 你為什麼四點上班到十二點還不回家 當時就是這樣子撐過來 然後那一段時間 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我們有一台小小的車 那個時候車帶是一萬三 然後我們一個月結算下來 我跟我先生兩個人的薪水都不要發 然後我公公婆婆在店裡幫忙 我們也都不算錢 是 這樣子我們的盡力也才一萬九 啊 拼了四個人力下去耶 是 對 那所以只有六千塊的盈餘 那六千塊的盈餘 大家想也知道 你要不管要付水 還是電 還是要電話費 還是要房租 任何一條都不夠 所以那半年就把我們兩個搞到 信用卡也停卡 然後信用破產 所有的帳單罰單 通通都沒有交 是是是 然後 對 那個時候就是 真的是在谷底翻身耶 是 每天都想放棄 然後為什麼沒有放棄 因為我先生 我們那個時候都想要去找工作 對 就想說去應徵工作 再回到上班族從頭開始 結果我先生去應徵工作 我們發現喔 那個時候我們才剛滿30歲 我怎麼沒有就業市場啦 我先生去應徵工作找不到 應徵了三四個工作 都沒有錄取 然後連去水果行應徵 就賣水果 搬運工 我們也沒錄取 30歲而已耶 30歲而已 所以那一次第一次讓我們發現 我沒有退路了耶 對 那你先生應該很受打擊 在當時 很受打擊 所以才備水一戰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只能成功 我不能退 然後我們就又跟 親戚 就跟婆婆 然後借了一點錢 然後把全部的餐品 重新檢視過一次 那我專業一點 我只賣早餐 我只賣早餐 再給自己三個月的時間 我下午的什麼燒仙草 那個時候到了接近夏天 想說還冷的冬天過去了 那我們中原大學上去 滿街的木瓜牛奶西瓜汁 我也來賣 結果沒想到我賣30塊西瓜汁 然後旁邊紛紛開出15塊錢的西瓜汁 好 那我們像現在 可能很多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他正直想創業 我們要問一下專家 他怎麼去抓自己的成本 對啊 基本上 剛才有講到嘛 你那個 如果你是實體開店的話 就一定有店鋪的豬壓金 對 對不對 然後裝潢設備 通常我不建議用頂電的方式 為什麼 頂電方式的時候 如果你是本身就是同業 同業的時候 他已經把我們用台語講 把店底做賣了 這顧客已經對這個店 店鋪是留下不好的印象 印象不好 那如果是人家做了很旺的店 他怎麼會頂給你 他不可能頂給你 所以我們通常不建議頂電 那你裝修的費用 那再來設備的費用 那你是做中餐跟做西餐 用的設備是不一樣的 你做義大利麵跟做一些其他餐點 那設備是不一樣的 這些都要算進去 剛才講人事的費用 那剛才秀琴就有講到說 他的那個裝潢的部分 事實上 花東地區的工資會比較便宜 但是他們的身心是樂觀 他動作是慢的 他不是不認真的 講究生活品質 不是不認真 他的生活步調就是 就是只能這麼慢 他是只能這麼慢 所以說相對而言 他在台北的工資比較貴 但是速度會比較高 效率很好 效率很高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做一個取決 在做一個取決 那當然說他店鋪在選的時候 這個店鋪的豬壓金 自己也要去考慮進去 那把這些算進去 我當然講說要營運周轉金 就是租金跟人事費用 跟行銷費用 你這幾個要抓入進去 然後你先預留個差不多六個月 六個月都不賺錢的時候 你最起碼不會桌金見走 不會記得要去桌轉 所以周轉金要預備六個月 我會建議六個月 在這種景氣比較競爭激烈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說資金已經有了 那一般來講很多人都想要做生意 都聽說很好賺 到底他的毛利率要抓多少 基本上這個定價的部分 我問你要不要定有 競爭性的定價 當然是有競爭性的 這什麼叫競爭性呢 就很多人會認為說 餐飲業的毛利率 比如說燒烤的話 最起碼毛利率要抓六十 對 六十 可是問題是說 你抓六十的情況之下 顧客會不會來吃 對 那我們剛剛你們吃到那個早餐 你們說這個便宜 那個價格低 主要是因為他在那個商圈裡面 他怎麼讓大學生認為這是物超所值得 對 不是我們台北現在的股價 可是你去看啊 可能他的一個漢堡 在一般的早餐店只賣三十塊 是 好三十塊 那成本是十五塊 那店家可以賺十五塊 毛利率看起來不錯 可是呢 可能在他們的店裡面 這個漢堡對不起 就不是賣三十塊 他可能要賣四十塊 可是他去用什麼 二十塊的 二十三塊 二十四塊的成本 去做 那你的豐富感會特別的多 你是說增加飲料或是沙拉這些周邊配備 而且你把餐點就像你剛剛說 我麵包用的比較好 對 我肉片用的比較厚 我裡面材料比較多 那消費者都很聰明的啦 很聰明啊 他可以比較出來 餐點是不一樣的 對 基本上尤其是在 我想現在你們新加入市場的競爭者 對 所以當時價格相同的時候 我的服務品質更好 對 我的空間環境更好 就物超所知 那消費者就會偏移過來 就會移轉過來 那如果說整個環境都一樣的話 你只能比價格 因為你沒辦法做出價值的時候 你只能去賣價格 賣價格就是價格競爭 通常第二個方式我會比較不建議 那第三個 因為你看西瓜汁他賣30 那時候他馬上賣15 所以我們怎麼拼不拼 拼的 拼的都會死 拼的都會死 對 那另外有些人會講說 有時候我會這樣價格降低一點 需要物超所值 或者說一些促銷優惠的活動 那我通常會建議 你要算清楚 就是你的價格降下來之後 你的銷售量是不是可以 等比例 或是更高比例的增加 對 否則你賣的越多 事實上你沒有賺的更多 你只賺到辛苦而已 對 那那個時候你反而會撐不下去 就是說很多人都常常說 我價格低一點就好了 我一個朋友在新莊 新莊是一個社區 開了一個麵包店 那一般麵包店晚上8點以後 因為不然你沒賣掉 明天沒人要嘛 打五折 結果 因為他是一個社區型的 他完全沒有外來的顧客 那大家 今天買了就發現 我買10塊他才買5塊 他昨天還跟我講炫耀他8點以後去買5塊 那我當來以後8點去買啊 結果都 前面都沒有人買 結果就等到8點以後就掛掉 那像行業的特性不一樣 基因的手法也不一樣 這個我也是認為說 剛才講到本業是很重要 像他們幾個進到這些行業都 都不對這個本業不同 都不是本業 他是餐飲服務業 他是租賃服務業 他是零售服務業 他是零售服務業 那只是因為一個產品而成功 他就去成立了公司 他從頭到尾 他沒有要經營一個事業 這是楊耀姐的奇怪 現在是說我們不夠專業 跳進來的時候他也是一樣 他們對餐飲業也並不懂 所以你意思是 他們四個都是誤闖叢林的小白兔 對 但是事實上 他們很幸運到目前為止都還活著 是是是 跟小白兔都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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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啊 剛才講到本事夠的 事實上 本事夠的大概只有 楊小姐跟班傑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 跳下去飄服 他懂飄服 對 他懂瑜伽這部分 而且他喜歡 所以本事是夠的 所以我講 其他部分一開始本事都不夠 所以這個部分他們前面的虧都是學費 所以我會建議 剛才這個憲哥所講的那個 如果大家小本校創業怎麼辦 我是認為 先去打工 你要做這個行業 你先去這個行業打工 先打工三個月六個月再講 先學個本事 先學個本事 對本業了解一點 對 然後等到創業的時候 不能像秀琴他們那樣子 一定要本人去經營 班傑剛剛也沒有本人經營 一定要本人下去經營 對 你才能夠控制得住那個品質 對 現在的消費者都很聰明 大家都希望能夠聰明消費 對 最後我們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我們常常聽一句話叫做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其實你做任何的事業 成功跟失敗只在一線之間 也在你個人的一念之間 對 有人講說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成功一定要努力 所以不要 做任何事情都要一分耕耘 才有一分的收穫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有失敗的經驗 有成功的經驗 那你能不能從中 學到一些教訓 我們常常講說 向贏家借經驗 向輸家借教訓 我想今天 你如果想要微型創業的話 應該收穫量多 沒錯 在看別人當老闆 老闆娘的時候 都覺得說 真的好棒喔 我也想要這樣 可是真的要創業的時候 還是要務實一點 小心謹慎的評估過後 再來努力的工作 是 最後謝謝我們所有的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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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